1-5接次眼花测评,这是粉丝留言想看的,测试不易记得点赞三连鼓励一下,在头个臂那就助您转盘一发得奖杯,抽奖欧皇中辞转。 规则,拿机械龙来测试,1-5接都是一样的阵容,都是零挂戒零家族,因为详细解读有植物大讲堂系列,所以,这个系列更偏向于实战。 首先是一阶,攻击方式,有僵尸出现在它前方时,它会在约一秒左右后丢出一面扇子,扇子会以5.2秒每隔的速率移动,并在击中僵尸后延弧形轨迹回到自己身上,随后会丢出新的扇子。 扇子回旋时会对路径上的僵尸造成与普通攻击一致的伤害,刺眼花一记的攻击会交替向上行与下行回旋。 1-5接基础攻击力是120-180-200-300-360,1-5接生命值是300-450-600-750-900,1接只打掉Boss1%血量不到,如果你的刺眼花是1接就扣1,0接就扣0,然后是2接,攻击力上升,特性,飞鸟,攻击时有50%的概率穿透整形僵尸并在接触最后一只僵尸时开始回旋,2接提升意义不大,也就打败Boss1%血量多一点点。 如果你的刺眼花是2接就扣2,接着是3接,攻击力再次上升,特性,厌烦,刺眼花一记的扇子会穿透整形僵尸并在接触最后一只僵尸时开始回旋,也就是从50%概率变成了100%穿透,但是依旧没打赢机械龙,如果你的刺眼花是3接就扣3,到了4接,攻击力再次上升,特性,能力觉醒,种植时有25%的概率释放大招。 大招效果,发射一团燃烧的华山,华山击中僵尸后会分散成两个分别打旁边2度的僵尸再回到自己身上,装扮效果,在大招击中第一个僵尸后增加一个分开的华山穿透该行的所有僵尸,4接打的血量,只比3接多一丢丢,如果你的刺眼花是4接就扣4,最后是5接,攻击力达到顶方,特性,厌武,他的攻击在回旋时攻击力上升至900, 这个特性没少看点,外观形式都没改变,只是增加了一些攻击力,依旧挑战失败,最后戴上紫色手套和华蕾才复仇成功,如果你的刺眼花是5接就扣5,总结,本期测评来看,1到5接没辅助的情况下都没打赢机械龙,目前不知道这个植物有啥用途,只能说收藏即可,其他大家补充,看都看到这里了,再次祝愿点赞三连的小伙伴抽奖欧皇的磁砖。 点赞关注评论